在竞选中通过和很多人谈话 我的印象是人们需要和平安定的生活 也梦想着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所以他们并不仅仅是有意和米洛史维奇过的 克斯图尼查继续强调令人鼓舞的正面信息 但最引人注目的口号是一个强有力的负面信息 是欧特珀最先打出来的 就是简单的一句他完了 他完了 这是很大胆很有勇气的一句话 米洛史维奇他完了 他们也没有提米洛史维奇 就说他完了 人人都知道指的是谁 他们就以这种方式提出一个又一个不同的锋利的口号 完全被社会接受和认同 克斯图尼查自己在位竞选活动 其他政党的领导人 像佐兰金吉奇等人 也暂时把自己的面子和政治报复放在一边 出面代表他活动 这些鼓手是代表一个叫G17的团体 G17是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 他们为道斯的竞选活动拟定了方针策略 反对党在这次竞选活动中的优势就是 这场竞选是分散的 欧特波是一方 其他非政府组织是一方 加上G17 道斯和科斯图尼查 有五个力量在活动 所以他们不知道谁是领导者 不太容易认识他 所以米洛史维奇不知道该攻击哪一方 大选前两个星期 米洛史维奇才第一次为竞选露面 对于他来讲 跟选民亲自接触不是最重要的 社会党父前雇人参加支持他的集会 好在国家电视台上显得声势壮大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独立电视台播出的 主要都是反对党竞选的消息 神rd fois接受的 很多人在身上 那麦怎么会 就是讨议好的 现在发展上新鞋 它是有一个 transformed 可以提胜製 方向作底層 再恐違和困惑不 像不一定的 among予的 列立即是 你都不和 angles 另一个竞选活动没有这么戏剧性 但是对投票监察员的培训 也许比那些讲演和广告更重要 美国人资助了培训班的费用 教他们如何防止米洛舍维奇当局在选举中作弊 选举当天 民主反对派鼓励人们投票的团体 欧特珀 还有几十个声张民主和人权的组织 独立媒体等等都参加了活动 去年 他们从美国获得过2500万美元的资助 投票站关闭之后 各方政党在每一个投票点监督计票 只有贝尔格莱德的官员才有机会做手脚 有一万个投票点 需要至少三万个人监督这一万个投票点 他们真的组织了三万人吗 对 他们不仅组织了三万人监督计票 而且做出了超长的努力 几乎是立刻就把选举结果传递给了贝尔格莱德 所以当作弊的情况出现时 他们跟手里的数字一对比就知道是假的 选举结果通过电子邮件送到电脑中心 这个电脑中心也是美国人资助的 他们等待着把各处的结果加在一起 人们很明白选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可是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知道会赢 我们也知道米洛守维奇不会接受这个结果 我们的优势